对鬼神灵媒所传递的信息 应如何辨别写证 这个问得很好 现在这些鬼神灵媒太多了 人话不能听 为什么呢 现在人都忘语 都不肯讲真话 所以对人都起了怀疑 鬼话能听吗 鬼话真能负责任吗 他给你开个玩笑 你就吃不下了 所以 鬼神灵媒解释的时候 要有智慧 他所说的 与圣贤教会 与佛菩萨经论的相应 这个可以做参考 如果不相应 那就肯定不是真正的 我们对这些鬼神灵媒有离境 不听他的 不能以他的教会去做 那你会吃互相应 你会上当 尊敬他呢 这是应当的 离尽诸佛 称赞如来 称赞什么呢 一定是你与正法相应 与正法不相应 不可疑的 所以有些灵媒 传给我们的讯息 教我们怎么样 教我们在灾难这个期间当中 吃素 素食 断物 修赞 忏悔 这个与佛法相应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那这个鬼神是善意的 他教给我们是正法 如果传来说 你们修佛什么其他都不灵 一定要依照他的方法 那就看不住了 他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 一样不一样 一样可以参考 不一样 决定 不能听他的 这样你就能 辨别 什么是邪 什么是真 什么样子 可以接受 哪些我们一定要拒绝 决定不能够 被他牵着鼻子走 那你就错了 你是学佛的 不跟佛走 跟魔走 跟鬼神走了 大错 大错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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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